我今天刚刚去了郑政前立法委的办公室 主要是跟他谈一谈新冠肺炎的政府的政策 是不是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的 那么讨论之后发觉到政府有许多地方 真的需要好好的去改进 而且要很诚实的跟国人来讲实际的状况 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口罩的问题 所谓口罩国家队 这个国家队其实就是政府当时强行征收口罩的工厂 然后你必须要做出来不准出口 完全要由政府来调度 那么最近发生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队的口罩 竟然有Made in China就是大陆做的 进到了台湾混在中间 然后政府就很生气 然后开始要发办人 但是这中间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是 大家觉得说到底口罩有没有检验 不管国家队也好 不管进口的有没有检验 检验是不是防护率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到95%或者到99% 哪一个口罩比较好 没有人知道 我们只知道去买 那政府跟我们讲到哪里去领去买 然后我们就去买 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口罩的防护的程度到如何 所以政府应该把这些所有的口罩做一个检测 检测出来后把结果跟人民说明 这样才对 第二个就是说疫苗的部分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如火如荼的研制疫苗 到底我们国家研制疫苗的情况到什么样的程度 然后国外的疫苗到底什么样的程度 如果到时候国外先发明研发出来之后能够量产 我们是不是能够优先买到 还是我们会排在后面 那政府也没有对我们国人做一个说明 这个其实是让我们国人会觉得说很忧心的 因为将来的竞争力的问题 将来我们开放的程度的问题 所以国家第二件事该做的事情 就是应该把所有的研发疫苗跟购买疫苗的进度 要向国人来做个报告 第三个部分就是关于试剂的问题 核酸检测还是全世界公认 唯一能够确认是不是得到新冠肺炎 那么我们的核酸的检测 实际上来讲没有普筛 政府也尽量不要去做 不要去做也规定医院里面不可以随便做 这个是一个违反全世界规定的 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马上做改变 就说该有怀疑的时候就授权给医院就去做 然后该做普筛的时候就要做普筛 那么另外一个就说 你这些试剂检测的试剂 到底能不能跟得上这些新冠肺炎的变形跟变化 我晓得在德国他们的所谓的检测的试剂 已经到了好几代了 它不是只有一代 它到了好几代 跟着新冠肺炎的变化 它的检测的试剂也一直不在不断的更新 然后研发到好几代了 那请问一下政府 我们现在用的是第几代的 那第四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到底对于大家所预估秋冬的时候 新冠肺炎会卷土重来 我们的医疗设备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的医院我们的ICU病房 我们的所谓的呼吸器 包括所有的药物跟医疗人员 到底我们有多少的能量 到底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也应该跟国人做个说明跟报告 那我觉得这前面讲的是四点 是我们大家所现在看到的问题 那么它所产生的问题 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政府所有的政策不公开 没有透明化 同时也没有去尽到责任去做到 像我们认为应该要做到的标准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四件事情 就是政府目前应该要好好改进的 我也希望所有的立法委员 在立法院应该好好地监督政府 那么让政府能够每一件事情 都能够公开透明 同时负责任把这些事情做好 那新冠肺炎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 一种传染的绿合性病毒 那么这种Virus其实在全世界 大家现在都觉得说 可能没有办法根据 那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 政府对于我刚刚前面讲的 这个四个事情 第一个口罩的检测 第二个关于所谓的 这个疫苗的取得 那么第三个就是关于 所谓的这个 这个普筛跟这个核酸检测的程度 第四个就是关于我们医疗 所有的设备跟人员 跟药物 是不是准备的足够 这四个部分 我希望政府能够赶快地 公开的透明的 能够对人民来做一个说明 不要再去遮盖 也不要再去逃避 更不要用政治的力量 去恐吓别人 政府千万不要犯这些错误 政府对国内做的事情 跟国外讲的完全是两套 我也希望这种两套的状况 不要再存在 那么我们大家一起来监督政府 把这件事情做好 毕竟是关系到 我们所有国人的健康跟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